吐槽是門藝術 坦然面對財事風度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脫口秀 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盛紀醫院的董事長 杜承恩 杜先生 大家都知道 彈小禮的故事 那是說一個男人 寇除了公名 公名之後 放在那裡 去帶公主做婦女 我們在廚牌 成人的事後 彼此家人跟我說 你們的成人 彈小禮 不容易 我聽不懂 沒有… 不是這樣 人家的燈小禮不一樣 那是扣除了公名之後 那是皇帝成人的 我們成人不一樣 那好花頭樓 沒有在做 早上帶公主來 少少在做皇帝 我跟你說 這製作單人 就沒有帶那些雅婷來 都讓你討好 這網路脫口秀 是說我們特別安排的 聽說有很多人在討論 所以你一定要報救 讓我順帶你自己到我們的背 這也是你的心情 好 走 走 走 張嘉玲 怎麼是你 我除了李彭儀這次公司 我也會幾乎再一些工作來做 剛才我剛才是恩怨 有很多主持分類的經驗 剛才這部剛才說 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 我們這個脫口秀的賣點 就是吐槽 就人要認識你的人 吐槽才有效果 我們這個節目 最需要有你這種 豐富過期的靈性 等我回去 我一定要跟他講個詩討論 怎麼樣 準備摸影 五秒四 三 二 吐槽是門藝術 坦然面對才是風度 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們的脫口秀 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就是聖記醫院的董事長 杜承恩 杜先生 今天的吐槽團的來賓有 他的太太柯曉萍 他的小姐 柯曉萱 還有他的爸爸 杜秉町 還有他的伯爺同事 方士杰 方醫師 來 杜太太 請你跟大家說 在你剛來的杜承恩 他是什麼樣的人 我們大姐很快要我們幾乎 這個太多年了 我來講就好了 最近在他一遍 發生一個很大的事 就是 我們的爸爸 柯曉宗柯堂所長 因為心臟病的問題 倒下去了 這件事 我們今天很辛苦也很煩惱 尤其是我們大姐 他每天都在家裡 都由頭到臉 有一個天 我真的看不下去了 我就跟他說 大姐 都在家裡 你就不要去想爸爸的事 跟我說 我們大姐 眼睜地跟我說 他是我們的爸爸 我要怎麼可能沒想到他 我就跟他說 杜承恩是你的公子 你是杜承恩的太太 想說杜承恩想的都不是你 是我們瓜哥的錢 這點你怎麼想不通 杜先生 原來你這麼愛錢 還是說 我們大姐聽到他當然很想起 因為他認為杜承恩真的很愛他 這個世界上 沒有人參與杜承恩一樣 我沒想到拍拍我們節目的關係 我就不再繼續說了 小萱 這樣怎麼有意思 還有大姐 節目效果 突然就這樣 Just Talk 大家都知道 杜承恩的故事 那是你說的一個男人 口出道說名之後 放在那裡 去帶公主做婦女 我們在杜承恩的事情 聽到杜承恩跟我說 你們杜承恩 杜承恩 沒用心 我聽到他會說 沒有… 不是這樣 人家的男生你不一樣 他口出道說名之後 那個風帝親戚 讓他去帶公主 我承恩不一樣 他好花頭樓放的沒有你做 趕快帶公主 笑想要做風帝 我就跟他我出品說 不是 你如果這樣說得到 你無聊男生你 爸 對 怎麼 我國事說得不對 有嗎 還是你有什麼補充 我如果補你點點 你像人節目比較有公主 我跟你說 這製作單人 就沒帶那個野婷來 讓你補給你 等一下 好的 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很感謝杜承恩 還有杜太太 來參加我們的脫口秀 謝謝 謝謝